- 看看第二局,柴彪和郭震东场上会不会有一些起色? - 这球柴彪已经先碰了 - 三、一 - 走 - 走 - 走 - 郭震东在中半场还是跟得比较紧,没有换过这个机会 - 第一时间抢到高点,下压,杀对方一个追身 - 财判有点没弄明白,郭震东和柴彪谁是谁 - 所以在发球上指挥错误 - 还是郭震东发球 - 平天脸镜接发球 - 走 - 日本队这两个人的手感真是非常好 - 这防守当中他们的手感非常好 - 有时候击球点很靠后,很被动 - 但是手上的控球还是很有质量 - 他们在很被动的情况下呢 - 这仍然能够控制球的落点和线路 - 防得非常好 - 因为柴彪和郭震东在进攻的时候还要想点办法 - 不能着急,一味的强攻,看来不怎么奏效 - 转球 - 转球 - 转球 - 三球 - 四球 - 转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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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乔本博且和平田点进两个人的防守 比李荣大正在城的防守还要更好一些 他们的防守的攻击性很强 控制挡网的力量弧度都恰到好处 这攻击应该改变一下进攻的节奏 今天的主裁一直没有搞清楚柴彪和郭震东 谁是一发谁是二发 自己攻球下网